女主角手机适而复得后 躺在床上滑手机 但讲的每句话 传送的每段讯息 全都被骇客看光光 电影片名就叫 原本以为只是手机掉了 但却不只是手机掉了 现代人离不开手机 但是当手机直通别人电脑 讲的所有话 做的所有事 都透过手机前后镜头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24小时直播令人不寒而栗 电影霸占排行榜冠军两周 因为剧情符合现代人生活情节 不少影迷看完后 直呼想换手机 然而主角手机遭连环杀人魔 装入不明软体 远端遥控监看 还真的有可能发生 手机有没有被装木马程式 耗电量和网路流量 有不正常数据 都可作为警示 来路不明的APK安装档 千万别乱点 而若真的不幸 像电影中遭骇客冒用身份 还是有办法寻求法律突击 搜证自保已经是最后一步 自然专家建议 手机也要安装防毒软体 并且定时更新系统 三到六个月变换密码 才能万无一失 不让可怕的电影情节 在现实生活中上演 接着离星 平凡亚桥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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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